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就想跟你们介绍一位宣教士 太快了 这位宣教士的名字叫做李提敖 她是出生在很久以前 是1840年在美国出生的一位小女孩 她家里有六位兄弟姐妹 她的姐姐念书念得很好 她们在基督化的家庭成长 然后姐姐念完书就到了国外 到了中国去做教育的工作 而且之后也成为了一位宣教士 然后李提敖她本身也很喜欢念书 她就很用功地读书 也考上了大学 最后也毕业了 然后姐姐不断地写信给她 李提敖不知不觉也受到姐姐的影响 想到中国去做教育的工作 然后李提敖 你们猜她有没有去外国做教育的工作呢 有 她跟她姐姐一样 也到了哪里呢 也到了中国 去做宣教的工作 当时她去中国的时候是1873年 你们觉得她可以不可以搭飞机去呢 不可以 当时有没有飞机 没有 对 所以她怎样呢 老师画了一张很简单的图 你看她要航海 从很远的地方 从美国的南部一直往南航行 直接到了中国沿岸的山东 那个时候是1873年 她到了那里 她就做了教育的工作 她做了教育的工作 之后就做了宣教的工作 去传讲天国的福音 一做就做了几年 你们猜 哇很厉害哦 答案在上面了 第一做了就做了39年的工作 直到1912年 才回到了美国 开始做教育的工作的时候呢 小朋友们都不大喜欢李提奥 对他的教学也不喜欢 为什么呢 你们猜 因为中国的小孩子 他们没有看过什么 没有看过外国人 黄头发的人 白皮肤的 他们看到他的时候 有一点点什么恐惧感 对不对 有点排斥 所以你们猜李提奥 怎样去接近这些学生呢 他很聪明 他就做了一些小饼干 给这些孩子吃 开始的时候呢 孩子不敢吃 因为怕有毒 但是有一天呢 有一位小男生很饿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拿了李提奥的饼干来吃 一吃 哇非常好吃的 就告诉了所有的小同学 他们就全部跑来吃了 哇 结果一吃就怎样 吃上瘾了 所以李提奥就不断地烘培这些饼干 给小孩子们吃 结果呢 不知不觉呢 他就变成很出名了 每个人都称他为什么 Cookie Lady 饼干女士 老师把他的这个食谱 烘培的食谱放在上面 这个真的是李提奥的recipe 所以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呢 请跟我接下 对 我会把recipe发给你们 OK 然后为了接触这些学生呢 让他们不要有那种恐惧感呢 他也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他就打扮成什么 打扮成像一个中国的女人 你看到吗 这个就是当时他的穿着 他就穿得像中国的女生 所以你们说 李提奥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 是哦 OK 现在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 李提奥为什么如此爱中国的学生 中国的孩子呢 为什么 为什么他大老远跑到中国 老师跟你们讲大 Why do you think Lotty loved the Chinese children so much 对不起啊 这个好像不大有电词了 OK 他喜欢中国的小孩子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记得上帝说过 我们应该怎样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正如我们爱你们一样 所以他不只是认识了这一点 他也去做了上帝 我们做的事情 去实践 他也不 into practice 所以他很喜欢中国的孩子 因为他记得 主耶稣说的话 然后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OK 你们觉得谁是最伟大的宣教士 Who is the greatest missionary 是李提奥还是主耶稣呢 你们猜 当然是李提奥对不对 老师介绍了这么久 是李提奥还是主耶稣呢 同学们 同学们 Who is the greatest No.2 OK 对 Gill讲得对 是第二 是主耶稣 OK 所以这个是 tricky question 为什么主耶稣是最伟大的宣教士呢 因为李提奥从美国的南部去到哪里 去到中国沿南的山东 远不远 远哦 但是主耶稣更远 主耶稣是最伟大的宣教士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高天灵到地上 从天国来到我们这里 像我们传讲天国的福音 所以主耶稣是最伟大的宣教士 在老师结束之前 老师要跟你们讲 李提奥他有一句名言 There's a quotation by Lottie Moon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越来越相信 要赢得这些人归向上帝 我们必须首先 赢得他们归向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出去和他们一起生活 我们需要先交朋友 然后才能使人们相信耶稣基督 所以李提奥有宣教的方式 你们猜 主耶稣有没有他自己宣教的方式 有哦 老师就卖个关子 因为等一下林牧师会跟我们解释 主耶稣宣教的方式 OK 我们就以这句经句来结束今天的儿童信息 这个是曲子 菲利比书 老师先念一遍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这里的他是指主耶稣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小朋友们 这就是说 他不会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 我觉得英语会比较简单 OK 老师给你们念一下 OK 你看 所以他不是上帝的识 他就好像很骄傲这样 他反而什么呢 反到虚极 就是 humble himself 取了奴仆的形象 become a servant 成为人的样式 菲利比书 二章六到七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开身 来念两遍 一二三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反到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菲利比书 二章六到七节 再次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强夺的 反到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菲利比书 二章六到七节 牧师 好 谢谢 通过 感谢上帝 通过 Erik 俊雄老师的教导 让我们明白 福音的大仁 还有耶稣的大爱 我们谢谢 小朋友们 还有大朋友们的 回应 很积极 这个回应 让我们重新找回了 传福音的 那种热情 弟兄姐妹 还有小朋友 大朋友 今天不仅是 荷家崇拜 而且呢 也是 什么主日啊 宣教与步道主日 我想问一问大家 什么是宣教 什么是步道 你明白吗 为什么有一个主日 叫做宣教与步道主日呢 没有开起来 对不起 没有开了 他就不会 没有跟上帝连接 那就没有能力 这是小朋友啊 我今天特地 林牧师的英文不怎么好 我尽量的把它 放一点点英文 帮助大家 那什么是宣教 什么是步道 宣教和步道 主日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主日 他们之间有什么 共同点 实际上呢 刚开始呢 也是有一点点困惑 所以最近呢 我就准备这个道 才基本上 搞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么传统上呢 传统上呢 传统上是把宣教 是视为海外 像刚才 Eric老师所提的 说那个李提遥 从美国到中国 就是跨文化 或者跨国界的 一种福音工作 那么 如果是在国家里面 或者说特定的地区里面 我们一般就把它 叫做步道 那对于新加坡来讲 对于新加坡来讲 我问小朋友们 我们如果去印尼 做福音工作 你说是宣教 还是步道 宣教 OK 如果是尼泊尔 我们去尼泊尔 做福音工作 你觉得是宣教 还是步道呢 小朋友哦 OK 对大人来讲 很容易 OK 那么对于 我们圣路家的福音工作 你觉得宣教 还是步道呢 步道 如果是JKK 加兰库库 或者 Telobranka的福音工作 或者是 你向社区传福音 或者说向亲友传福音 你觉得是宣教还是步道呢 步道 但是各位 宣教和步道 是不是这么严格的区分呢 不是的 宣教与步道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而是彼此配搭 还有彼此合作 例如我们在新加坡 我们会做一些反向宣教 我们会帮助外国的客工 外国的学生 来融入本地的社会 我们也会通过网络 现在新科技 我们会通过网络 教导外国学生 学英语 学华语 或者教导圣经课程 甚至我们会通过新媒体 在网络上来传福音 所以宣教与步道是 有分工也有合作 两者目标是一样的 有共同的目标 什么 共同目标呢 就是要传福音 就是要传福音 把天国福音给传出去 那么既然是 为了传天国福音 我们怎样能够更有效的 更有效果的来传福音呢 事实上 主耶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是最伟大的宣教士 刚才艾瑞老师已经提到 他从高天来到地上 把天国的福音带给世人 同时他又是伟大的步道家 他在世上非常努力地在传福音 他走遍各城各乡 谁走谁传 他传福音的方法很灵活 很多样 常常让人耳目一新 会打动人的心 让人印象深刻 今天我就要借着这个正道经文 就是刚才读的这个 马太福音13章1到23节 来向主耶稣来学习 怎样传福音才更有效 有没有一些 就是不可缺少的那几点 让我们能够记住的 很多时候我们以前在听这些传福音的 很多时候是在立志 在鼓励 要warm 当然啦 warm是很重要的 要extremely warm 就是要很火热 这些都很重要 但是有没有那个 像主耶稣学习 有几个点 几个步骤是不可缺少的呢 有的 我们今天我们来看 就是传福音 是有一个叫做三批原则 三批 三批 三批原则 什么三批原则呢 第一 就是要现身 要present 我们要出现 要交流 像 刚才李迪阿娃 他如果没有从中国去到 没有从美国到中国的话 他怎样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呢 当时甚至也没有电话 可能 就present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 就是要宣讲 proclamation 不知道我读得对不对 ok 第二个批 proclamation 就是宣讲 第三个原则就是要劝收 persuasion 就是要 我们要去劝收 那么我们会 今天我们来 好好来看看 主耶稣 他是怎样去做 这三个步骤的 三个原则的 第一 就是要现身 第一 现身 各位 在今天这一段正道经文 实际上我们都不陌生 不陌生 就是 龙夫撒种 撒种的比喻 我们都很熟悉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会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一段经文 我们往往是从 种子的角度 或者从 土壤的角度 是好土坏土的角度去 读这一段经文 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来 从龙夫的角度 龙夫和撒种的角度 我们来看看 主耶稣是怎样来传福音的 那 龙夫代表谁呢 龙夫就是代表 主耶稣和他的门徒 只要是信耶稣的人 包括你和我 我们都是龙夫 我们都是福音种子的龙夫 主耶稣他们以 现身的方式来服侍世人 什么叫做现身呢 present 就是实体 就是面对面 在当时 只能是这样的 实体面对面 主耶稣不是用写信的方式 也不是用zoom 当然当时没有zoom的方式 但是zoom的方式呢 实际上也是要落脸的 你如果没有落脸 你一直在 躲在屏幕后面 你是不可能跟他有发生 建立关系的 那 主耶稣他 从高天 最大的现身 就是从高天 来到地上 道成落身 走路人群 与人群 与世人来建立关系 这是主耶稣传福音的第一步 若是主耶稣没有从高天 来到地上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如果没有道成落身 降世为人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相信 第一就是没办法实现救赎 第二 也不会有基督教的出现 第三 就是不可能有天国的福音 所以呢 世人 可能 可能到现在 还是活在 罪和死亡当中 不会有盼望 不会有喜乐 各位 主耶稣传福音第一步 是现身 他不但来到地上 他也走遍 各城各乡 他也走遍 这是在马太福音 九章三十五节 他走遍 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主耶稣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配得在圣殿里面 等着世人来崇拜 但是他不是这样 他是谦卑自己 他走遍各城各乡 我们没有理由 我们不走出去 我们看回这个正道经文 十三章的一到三节 当那一天 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海边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 众人都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 对他们讲许多道理 这段经文让我们 告诉我们 主耶稣他有几个细节 传福音 现身也有几个细节 首先他是随时的 他是随时的传福音 当那一天 随时传福音 我们看第一节 当那一天 到底是哪一天 实际上就是顺着前面 第十二章所说的 在第十二章是同一天 在第十二章 主耶稣他医病赶鬼 他宣讲福音 他与人辩论 第十三章一开始 他说还是在那一天 就是同一天 还是同一天 所以他早上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不知疲倦 传福音不知疲倦 他早上的时候 他会跟人医病赶鬼 还有与人辩论 宣讲天国的道理 早上受到敌人的反对 下午也有亲戚朋友的干扰 但是主耶稣他没有受到影响 仍然继续传福音 所以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 他整天都在忙 都是为着福音在为主征战 做天父的忠心的仆人 那正如提摩泰后书 二章四节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 随时传福音 在提摩泰后书四章二节 这样说 勿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词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所以主耶稣他随时传福音 早上也传 下午也传 晚上也传 不但是随时 他也随地传福音 他不但在会堂里面传福音 他也来到海边传福音 主耶稣这位伟大的步道家 他本应该有精美的 一个讲道的地方 但是他当然也进会堂了 会堂是很精美的 但是他出了会堂 到海边还是照样讲道 而且讲道的讲台是什么呢 是这么美吗 不是 他讲道的讲台是什么 小朋友们 主耶稣在海边讲道的时候 他的讲台是什么 一条小船 一条小船 所以我们传福音 我们不是去看那些豪华的地方 随走随传 这是主耶稣给我很深的印象 那么这让我想起 宋上杰博士 在我们TA还保留了一个讲台 就那条小船 让我想起宋上杰博士那个讲台 那个讲台没有这么大 也没有这么美 但是他在讲台上忠心服事 他忠心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他播撒那个种子 福音的种子 他做了非常好的服事 许多人听到的福音 他们的生命 从此发生改变 在新马这一带 有许多人是受到 他的传讲福音的影响 而生命改变 各位 主耶稣他不但随时传福音 随地传福音 他也向任何人传福音 主耶稣他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经文告诉我们许多人到基督这里来 会堂里面可能有对人有限制的 但是一出了会堂到海边任何人都可以来 他任何人他都宣讲福音 海边是公开的场所 任何人都可以听福音 领受福音 所以各位 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信仰最强烈的地方 不是在金沙酒店 不是在圣淘沙 不是在总统府 信仰真正的地方是耶稣同在的地方 是教会 是有主的同在的地方 可能那个地方也许是海边 也许是一个简陋的乡村 上帝的子民 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主耶稣不管我们的出身 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钱财 他不管这些 他都爱我们 主耶稣在第十二章 他就已经宣告了 就是说在这个经文的直接上文 他有一节经文这样说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各位遵行天父旨意 就是主耶稣的家人 那么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步骤 你如果跟人有很好的关系 但是没有去宣讲 没有把天父的旨意给阐明 实际上是不够了 所以第二个步骤 就是要宣讲 Proclaimation 经文第二 第三节这样说 当许多人来到主耶稣那里的时候 主耶稣他就上传了 因为人太多了 他上传 众人站在岸上 主耶稣就用比喻 对他们讲许多道理 弟兄姐妹 主耶稣向众人讲道理 讲什么道理呢 你可以想象吗 或者说我们对圣经熟悉的话 你知道 主耶稣在讲什么道理吗 他在讲天国的道理 天国尽啊 你们要悔改 他讲天父上帝的爱和恩典 说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他也可能是讲 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因为他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他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可以想象 他讲了许许多多的道理 所有天国道理 主耶稣他都已经赐给门徒了 各位 主耶稣用比喻来讲天国的道理 他不但讲天国的道理 他用比喻讲天国的道理 这说明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很注重方式方法 他用比喻 用故事 用图像来传讲福音 他用简单的语言 来解释复杂的道理 使人能够很轻松的理解 他的信息 也能够打动人的心 其中用的最多的是比喻 在今天的正道经文里面 耶稣他讲了一个啥种的比喻 在这个比喻当中 他描述了种子 落在不同土地上的情况 种子代表福音的信息 宣讲福音就是啥种 是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向人传福音 各位 啥种的农夫 他不问土壤的好坏 他都啥种 经文四到八节里面 他告诉我们有几种地呢 几种 小朋友 今天因为有小朋友 稍微有时候让小朋友回复一下 小朋友们有几种土地啊 在经文里面 四种 对了 有四种土壤 什么土壤呢 有路旁的地 有土浅石头地 有荆棘地 还有好土地 各位这四种土地 如果让你去选择播种 你会选哪一种呢 假如你是撒种的那个农夫 你要撒种 你会撒到哪里去 撒当然是撒好土地啦 对吗 爱那些可爱的人 当然很容易 对不对 选择好土地来撒种 也是比较有效率 这是世人的选择 但是天国的农夫不是这样的 主耶稣和他的门徒 他不选择土地 什么样的土地都撒种 什么样的人都传福音 因为他们一视同仁 在福音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都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 对于上帝的恩典 我们要白白地得来 也要什么 白白地舍去 我们在耳朵里面听到的 就要在哪里 要在房上去宣扬出来 各位撒种是农夫的工作 种子发芽是上帝的工作 人不能够使种子发芽 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 但是人是否得救 是上帝的工作 这对我们是一个鼓励 也是一个安慰 我们不需要有思想的负担 我们只要忠心地去撒种 去传播福音 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样说 有人撒种 有人撒种 也有人浇灌 但是使福音种子发芽成长的是上帝 最近有一位老姐妹 安息祖怀 她是圣路加福音事工的果子 实际上 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福音了 因为她的父母就是基督徒 她在小的时候也曾经去过礼拜堂 但是一直没有信耶稣 后来她长大了 她嫁给拜拜了 就一直没有机会信耶稣 直到年纪很大 她在圣路加 她又再一次地听到了福音 我们教会的一些参加圣路加福音事工的弟兄姐妹 很有爱心 这一份爱心就感动了她 然后她心里的福音种子又发芽 成长 受洗归入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尽管忠心地去撒福音的种子 即使是贫瘠的土地 即使你当时不一定会看到收成 我们不要失望 因为上帝的时间是最美的时间 我们只要忠心地去传讲福音 关键是那一份热情 你热情的啥种 热情的祷告 福音的种子什么时候发芽成长 那是上帝的工作 我们相信上帝 他会亲自动工 上帝有上帝的时间 虽然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在撒种之后 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我们就可以翘脚等待收成了 不是的 我们 这一节经文 让我们看到 我们不但撒种 还要什么呢 浇灌 还有施肥 这是传福音的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就是要劝说 马太福音 十三章 第十节 门徒进前来 问耶稣说 对众人 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就怕对方不要发问 只要发问 我们就有机会去 去劝说去 更好的去解释 门徒发出这个问题之后 他就挑动他们好奇的心 他们有了好奇的心 就引发了主耶稣 第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的回答 就是那一长段的回答 都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主耶稣他着重讲述了 两个方面 就是为什么用比喻 和撒种比喻所隐藏的意思 各位 我们看到 对于想要知道更多天国道理的人 主耶稣讲了很多详细的解释和劝说 这是传福音很重要的步骤 是那种浇水施肥的过程 主耶稣对于这个比喻的解释 激发了听众对基督福音回应 他一解释他就要你要接受还是不接受 就有这样的一种挑战在里边 因为比喻是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 是能够使人比较容易记住 对于诚心寻求真理的人 真理就会向他显明 有时候好像这个天国跟撒种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在隐藏在背后 有一些信息在里边 一个人能不能信耶稣 实际上可能是有几个方面 其中有一个方面 就是要上帝的恩典 当然上帝他愿意人人得救 上帝的恩典满意 这没问题 但是第二方面也很重要的 就是要人要有信心 要有渴慕的心 想要知道的心 当有这样的一种好奇心的时候 上帝就会打开他们的耳朵 打开他们的眼睛 使他们明白 除了这个比喻 可以使人容易记住 容易明白背后的那种隐藏的真理 其次主耶稣他的解释 解释啥种的 这实际上是在栽培门徒 各位在接受福音的人当中 有人渴慕真理 有的人说 我信了就好了 我挂名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种是对于这些人来讲 懒斗的人 真理就向他们隐藏 这里边有一节经文 很有意思 就是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在历史上 有很多争论 然后又一个 一个对我们人生 很有启发性的一个真理 叫做什么呢 叫做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 好不好 这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各位 这看起来好像很不公平 对吗 有的你还加给他 没有的又要把他拿走 但是呢 我们仔细去想一想 人生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各位小朋友大朋友 我要再问你们问题 如果我们常常用右手 常常用 你的右手会怎样 更强壮 对吗 不是越用越差的 是越用越强壮 如果你常常用你的大脑 头脑 你们读书啊 小朋友啊 你们读书的时候 常常用大脑 你们的头脑会越聪明 还是越笨啊 越聪明了 对不对 越用越聪明 如果常常用 上帝给你的恩赐 像弹琴 你会弹琴 你越弹 上帝越加给你 你的琴就越弹越好 但是你如果不用 上帝就把你的恩赐给收走了 会收走了 各位 传福音也是这样 如果你常常传福音 你就会越来越会传 如果你不眺望福音的那种热情 你可能有那种一点点感动 你就慢慢的被消灭了 所以上帝说不要消灭圣灵给你的感动 前几天 前几天我们教会有几个牧者 还有领袖去参加世界启发大会 那个阿发启发大会 我们感到真的很亏欠 传福音的热情不够 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 接下来真的要有所改变 具体什么改变 我觉得我们过后真的 所有的领袖 还有弟兄姐妹 都要真的要好好地去 好好想一想 我们不能再亏欠下去了 各位好不好让我们来向自己发出挑战 让我们立志不做贫瘠的土壤 而是做心灵的好土壤 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来结出三十倍 六十倍 甚至一百倍的收获 请问你愿意成为好土地吗 请问你愿意为主耶稣来多结福音的果子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的正道经文里面 让我们明白了传福音 我们不但需要热情 我们还要讲究方式方法 主耶稣为我们设立了传福音的榜样 如果今天林牧师所讲的你都忘掉了 没关系 我请你记住这三点 三个批的原则 就是三批原则什么 献身 你要跟人要有关系 要走路人群 第二要宣讲 第三要劝说 其实这个三批原则 跟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息息相关 你们觉得很奇怪 我们来看这个表格 我们来看这个表格 大使命跟这个三批原则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 大使命吩咐我们在传福音之前 我们要真实的去认识耶稣 要敬拜耶稣 要得着主耶稣的权柄和能力 这是第一句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认识他 我们要敬拜他 我们要得到他的权柄和能力 但是接下来说什么 说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是什么呢 就是要献身 要进入人群 要与人建立关系 这是第一个批 第二个批是什么呢 死万民做主的门徒 你要去宣讲 要去proclamation 第二个批 然后第三个批 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多教训他们遵守 这是第三个批 是劝说 要劝人洗礼 要劝人去遵守主耶稣的吩咐 所以这三个传福音的步骤 主耶稣说你们做了 你们按照这个步骤去做 他就应许我们什么呢 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各位这个应许太宝贵了 上帝的同在 使我们传福音就更有能力 这就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任何东西如果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你有了这种热情 你去做 做了之后主耶稣与你同在 你就更有能力 所以你有的 上帝在加添给你 这也是马太夫效应的原则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使命的种子已经撒种了 主耶稣吩咐我们 传福音直到地级 要使万民做主门徒 你听到了吗 你是怎样回应大使命呢 你听到千万灵魂在等待吗 你要如何主耶稣的恩招呢 让我们用回应诗歌 主的恩招来回应 今天你所听到的信息 那我们用祷告的心 来做回应 千万灵魂在等待 等待主的父母以赫兹 等待主的父母以赫兹 白白的求恩 再等待 等待你和我去穿海 看啊 天地的宗家已经收了 主的声音在呼召 天地的宗家已经收了 主的声音在呼召 我已经看见 我已经听到 主在呼召 千万红帽在等待 等待主的福利恩仇 白白的酒吧 再等待 等待你和我去传开 看啊 天地的宗家已经收了 主的声音在呼召 天地的宗家已经收了 主的声音在呼召 我已经看见 我已经听到 主在呼召 千万红帽在等待 等待主的福利恩仇 等待主的福利恩仇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你呼召我们传福音的命令 我们已经听见了 我们众人今天的回应 无论是有声还是无声的祷告 求主随听 并且赐给我们 够用的恩典和够用的信心 来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 使福音广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